花莲区农业改良场部落行动教室 这次来到了万荣乡的红叶部落 办理珊瑚礁栽培与利用班 吸引当地超过30位的小农来参加取经 其中在部落自己土地上 种植野生珊瑚礁的古大哥说 很期待这次与农改厂的合作 过去都是靠传统自然耕作 这次透过农改厂的人工栽培种植方式学习 再来做比较 希望可以碰出新的火花 为部落带来更多的珊瑚礁产业 农产业中极具特色的珊瑚礁 在红叶部落栽培面积大约有10多公顷 主要种植在西宝山、嘉兴山、五鹤山一带 海拔大约500到900公尺左右的山坡 林园或是路旁间 花莲区农业改良场部落行动教室 这次来到万荣乡的红叶部落 办理珊瑚礁栽培与利用班 吸引了当地超过30吨位的小农来参加取经 请到桃园的农改厂那边 他们有专门针对珊瑚礁 就是有做研究的那个缝站长 那他就是有帮我们就是指导更多种植的技术 那我们在下午的时候 有邀请到就是乌来的那个合作社的理事长 那他那边就是会教我们就是针对珊瑚礁 就是可以做什么利用啊 或者是做什么加工产品 就是在帮我们做介绍 然后而且会带领我们就是做那个珊瑚礁的那个 那个护唇膏还有那个干洗手 就是让我们在防疫期间可以做使用这样 其中在部落自己土地上 种植野生珊瑚礁的古大哥说 很期待这一次与农改厂合作 过去都是靠传统资源耕作 这次透过农改厂的人工栽培种植方式来学习 再来做比较 希望可以碰出新的火花 为部落带来更多的珊瑚礁产业 对于未来我们红叶村主人 在种植这个珊瑚礁的技术上面 不断也可以提升 那而且我们这次的课程 希望能能得到的很大的一个知识 就是用这个科技人工培苗的技术 来取代我们传统果根 然后取苗的这个技术 农改厂说珊瑚礁是原住民族传统饮食中 常用并且重要的新香料 全株都可以利用具有高度经济开发价值 不过目前大部分的珊瑚礁生产 仍然来自业外植株的采集 人工专业培育生产只有少数 希望透过这次课程 更能够创造十分具有原乡部落特色的休闲 以及农产业的发展 相信在强化生产者与消费者连结之后 也能够为红业部落带入新的产业面向 记者高双双万荣采访报道